新唐人互动大展结合互动科技与传统文化 创新体验缔造高人气 去年在台北征宴馆展出五天就涌入上万人次 参观过的外籍人士大力赞赏 新年期间互动大展一时高雄举办 老外主持人郝艺博也特别录制影片推荐 高雄有什么好玩的呢 除了在街上可能碰到亲切的高雄名字另外 这边也推荐大家一个有趣的活动 新唐人举办的互动大展老外主持人郝艺博极力推荐 集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好玩又有趣体验过的老外打得一赞赏 我非常喜欢它 当然我喜欢它是互动的 所以你可以来试试不同的东西 它也会让你联系 非常有趣 我觉得它是很长的历史 我从澳大里的历史 我们只有200岁的历史 所以它非常有趣的观众 五光水面底下的文字鱼至少有四次变身 应用的就是投影技术 这项技术还可以运用来画作导览 传统写实油画 住者的构图与用色 透过光束导览更加浅显异动 光亮面 阴暗面 而且很细致的部分都会把它抓出来 就是说它的文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让我们这些比较门外汉看得会比较懂 我是写会计的 脑子只有数字 对艺术是从来是没有说很认真的去给它欣赏 刚刚看了集合画以后 就知道你要怎么去欣赏画 看那些互动的影片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蛮惊讶的 你能够把这么古老的东西 跟现在的科技 能够这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互动科技与传统文化巧妙融合 镇商界人士起身赞赏 台北长五天就缔造上万人次 受到梦时代的热情邀约 已去高雄举办 暂期延长到一个月 想必又将再闯热潮 来趟友善热情的高雄 和哪外一级大高捷 穿越时空